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惊爆领便当 勇兔台八道出悲惨绅士送养被卖掉婚礼中枪 勇兔林婷玉在三立八点党台剧一家团圆艺人分饰两角 演出双胞胎姐妹嘉玲还有嘉燕 剧中嘉玲温柔而坚定 嘉燕则是因为悲惨遭遇 她惨被送养又被卖掉 这使她变得残酷又暴力 甚至还有双重人格 最新剧情中 勇兔诠释出复仇女性完美人设 未料在婚礼上被揭发 当场被牵面女郎枪击 勇兔的奇异角色差点 领便当下台一鞠躬 最后被送往嘉护病房 最新剧情终演到嘉燕勇兔林婷玉饰演 和江洪恩的婚礼 而八点党婚礼就是象征大事要发生 勇兔饰演的嘉燕为非坐歹终于遭受报应 虽穿上美美的婚纱 但却是千疮百孔 真实身份曝光后 将洪恩暴弃 勇兔也因为办事不力 被牵面女郎暗中开枪 最后吐血道在爸爸怀里 让网友惊呼是否降领了便当 而这场婚礼戏 勇兔也在社群分享了两张 穿着不同套婚纱礼服的美照 文中感叹一切都是谎言 另一方面 嘉林惨被嘉燕软禁 惨被威胁甚至求助无门 好在重要关头出面翻转婚礼 这次勇兔一人分饰两脚 把角色特质发挥到淋漓尽致 双胞胎姐妹有不一样的个性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